现在是邮金 5月31号晚上11点23 现在是我家外头 也就是在俄勒冈大学的旁边 现在外面全是警车和特警 像刚才其实我们都已经睡了 然后后来突然听到外面特别吵 然后打个窗户一看 一片烟雾弥漫 因为从我们家这窗户看过去 就是学校停车场 然后再往那边就是俄勒冈大学 然后当时是一片烟雾弥漫 应该是他们点燃了什么东西 然后周围这一片全部都是警车 还有特警的车辆 然后在这边维持秩序 同时大喇叭广播 让街上的人赶快回家 以保证安全 就是今天晚上波特兰 已经连续第三晚 大家在街头抗议 本地的当地的电视台 在推特上的直播 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些红点都是爆发抗议的城市 那么像我们的邮金在这儿 这个邮金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黄色的州 就是国民委队 已经开始行动来维持秩序的州 这条街就是在我们家旁边 连通市中心和我们学校的一条主干道 像我左手边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门 然后这边就是市中心 像昨天晚上呢 应该是游行和抗议的人群 他们从市中心的方向 沿着这条街道 想往我们学校移动 但因为当时已经过了晚上11点 所以呢 这个邮金已经进入了这个宵禁的状态 所以警方也一直跟着他们 希望能够驱赶人群 让大家能够尽快回家 所以为了驱赶人群的警方 也向他们释放 投掷了这个催泪弹 所以当我们昨天11点多醒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已经睡下了 然后听到外面特别吵 然后醒了 然后打开窗户一看 看外面烟雾弥漫的一大片 我们还以为是点燃了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看新闻 才知道是警方释放了烟雾的 那么今天早上 我在来这条街上看呢 就发现就是沿街的商铺 其实都还好 没有遭到任何的破坏 像这种早餐店 咖啡店还都能够继续营业 所以在我们家这一片 包括学校这一片 目前一切还都是完好无损的算是 所以现在我们往当趟市中心的方向走 看看那边是什么样 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是 就等于邮金所属的雷恩县的一个 政府办公的这么一个地点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广场 然后昨天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进行游行抗议的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看很多地方都有那种除压 但现在因为邮金已经推行消禁 可以看这边上都贴着了这个小广场 这边吧也都是从昨天下午到晚上这一片也都是有人在这儿聚集 抗议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看 基本一切都正常 然后商店商户餐馆的都没有被破坏 然后这个小广场目前也没有被太多破坏了 地上有一些垃圾 这就到底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 所以目前像我们这一片一切都还是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